大家好,欢迎来到电视追TOP,我是发生长 本期咱来聊一聊世界影史最伟大的喜剧天才,查理卓别林 在电影诞生之初的末片时代,卓别林无疑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二世纪上半夜,世界政局动荡,到处孕育着不安与躁动 卓别林把舞台剧手法移植到电影中,开创了现代喜剧仙河 她的表演超越了国界,文化与种族,从八岁到八十岁都看得懂 可以说卓别林是那个年代全民娱乐的最大公约数 除了演员,她更是其编剧导演发行于一身 甚至谱写的配乐都拿过奥斯卡小金人,是个当之无愧的电影全才 时代缔造了卓别林,但卓别林没有受困于时代 当有声电影的大浪袭来,默片近乎绝迹的当口 卓别林逆风而行,在三十年代坚持拍默片 造就了默片无法超越的几座高峰 成为艺术大师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当年卓别林时常陷入舆论漩涡 一方面私生活饱受争议,终生花边新闻不断 另一方面政治主张被西方主流舆论不容 晚年更是被美国政府驱逐输尽 她这辈子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 本期我还是按时间线顺序,以经典作品为影子 串联一代喜剧大师的传奇人生 因为在好莱坞成名成绝 估计很多观众理所当然以为卓别林是美国人 而实际上她是如假包换的英国佬 据卓别林自传记载 她1889年4月16日生于伦敦 然而并没有找到官方的出生记录 全名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 父母都是舞台讨生活的艺人 遗传基因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 小查理的成长历程相当复杂 婴儿期的家境不错 父亲是著名歌手 每周赚40磅 算是高薪阶层 她的问题是严重的酗酒 当时的艺人圈子不酗酒才是异类 小查理两岁那年父母分居 1894年母亲汉娜因嗓子问题失业 渣男老爹拒绝救济 小查理自此与贫穷为伴 耳濡目染对城市底层生活相当熟悉 同时匮乏造成的不安全感也伴随终生 几年后汉娜的精神状况恶化 就是俗传的疯了 发病原因疑似是没毒与营养不良 从此卓贝林和大他四岁的哥哥西德尼 辗转于平民福利院 疯妈与亲爹之间 几乎相当于流离失所 那个时代很多大明星都出身草根 但像卓贝林这么惨的也不多见 原生家庭一手烂牌 想实现阶层跨越难比登天 不过幸运的是 小查理很早就点中了天赋数 五岁那年他曾跟母亲同台亮相 展现出一定的舞台直觉 所以除了打各种林工 去剧院客串演出 成了重要的虎口补贴 还参加过五剧团 在英国各地跑巡演 14岁那年 小查理正式辍学 在伦敦西区的一家剧院注册 正式拥有了演员身份 不久后 剧作家圣斯伯里 相中了他的灵气与刻苦 邀请其加入福尔摩斯剧组 饰演爆童比利 比利人小鬼大 与福尔摩斯互动时 常迸发出笑料 选准了喜剧赛道 卓贝林在演艺界扎下了根 主要扮演小丑 醉汉懂邪趣角色 形势多为墨剧 生活中的卓贝林 看上去苍白矮小 闷闷不乐 但只要一登台 便意义生辉 感染力极强 尤其是肢体表现力 时常有天马行空的即兴 剧评人甚至惊呼 她是史上最佳墨剧演员 剧场是传播面 比较窄的行当 虽然后来在欧洲 美国巡演好评不断 但总归影响力有限 苦闷之际 卓贝林的人生新途 正在大洋别岸酝酿 1912年 一个叫迈克塞纳特的 喜剧演员投身电影圈 在美国加州 创立了基石制片厂 1913年9月 她凑巧看到了 卓贝林的巡演大为震撼 马上力要求加入 并开出了150美元的 周星合同 这在当时是绝对的 精灵待遇 比在剧团挣得多几倍 卓贝林起初 并不喜欢基石制片厂的电影 觉得全是烂片 但电影的超强传播力 无法抗拒 甲方给的又多 忍着恶心说服自己 对着观众演和对着镜头演 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 此时卓贝林大概没有意识到 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到了 回英国收拾了一圈 1914年初正式上岗 处女作是名为 《谋生之路》的12分钟短片 10年代的主流放映场所 是俗称的涅壁影院 即门票只要5美分 当时的放映单位是本 每本大约10分钟左右 相比之下 去趟剧院至少20美分 电影从诞生之初 便是很平民化的娱乐 另外做一点小注视 这种古早作品 现代观众看 像开了1.5倍速 你的感觉没错 那是因为 末票时代的拍摄 大多用每秒16或18格 胶片致视 摇快摇慢 全凭摄影师手感 而现在的播放 则是每秒24格 所以看上去 会有些一惊一乍的 鬼畜效果 到1932年后 拍摄与放映的标准 才逐渐统一 《谋生之路》里 卓贝林扮演一个 花言巧语的骗子 忽悠到前转头去泡妞 当结求婚 把妹子哄得五迷三道 可偏偏受骗记者是情敌 俩人展开争风吃醋 最终拳脚相加 首次荧幕亮相 卓贝林略显青涩 造型上没什么辨识度 无非是八字胡 礼帽和手杖的三件套 匹里匹气的 该溜子气质并不稀缺 比较吸引人的是 大场面营造 那时能在荧幕上 看到真车滚落山牙挺新鲜 为此剧组大手笔 动用了一辆斯蒂庞克轿车 价值一千五百刀 捞上来时 已是一团废铁 吴站长看着直呼心疼 斯蒂庞克班轿车值多少钱 这一幕让当年的观众 大受震撼 口耳相传 票房还不错 主演卓贝林在影圈 赢得了一些关注度 可资方却认为 她脾气太臭 幕后卓贝林 与导演莱尔万起了争执 认为对方剪掉了 自己最棒的一段表演 由此可见 卓贝林的完美主义态度 那时她还纯粹是资方的工具 对最终的决定权 影响力很有限 处女座赢了开门红 从此卓贝林 开启了下饺子创作模式 几乎每周都有新座问世 她做事极善复盘 认为形象 必须有更强的辨识度 谋生之路上映仅五天后 威尼斯尔同赛车记 和梅布尔的困境相继出炉 窄衣 阔腿裤 小胡子 大头皮鞋 配文明棍的经典形象 初步确立 看上去只是微调 气质却完全不同了 有一种窘迫 又不愿脱下长衫的滑稽感 片名的威尼斯 是洛杉矶西部的度假小镇 定期会举办赛车比赛 这个小短片 颇有伪纪录片实验意味 赛车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彼时摄影机是新鲜玩意儿 公众对它充满了好奇 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流浪汉 在镜头前花式刷存在感 抢戏功力炉火纯青 摄影师忍无可忍 数次清场 这几分钟没有剧本 完全靠卓贝林的即兴发挥 他多年练就的舞台功底 展露无遗 肢体动作夸张又自然 受到了评论界的满堂彩 梅布尔的困境 是较为常规的短片 即使制片厂的经营思路 很像现在的短视频公司 给旗下的演员 凹人社做矩阵 女主梅布尔诺曼德 在业内已有些知名度 靠着他拉营销流量 顺势捧新人卓贝林 故事非常简单 人社是舞台时代 卓贝林最得心应手的酒鬼 最熏熏的无所事事 在酒店大堂 接连惹恼了几拨客人 一系列蝴蝶效应 让只穿着睡衣的梅布尔 困在屋外 还误入陌生人的床下 引发令人剃笑皆非的连环闹剧 新形象广受欢迎 最后两个月 他要么演流浪汉 要么演酒鬼 很快成了风头最近的喜剧新星 当时制片厂的主要引力模式 是卖拷贝 假如挂上了卓贝林的名字 销量便能多一倍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卓贝林积极介入幕后事务 什么剪辑灯光摄影 有什么学什么 上班三个月就想当导演 老板塞纳特起初不同意 可四月份的一次拍摄时 卓贝林与导演又起了冲突 索性摊牌 要求指导下一部作品 甚至立下了军林状 如果不卖座 盗赔公司1500刀 刚好够一辆斯蒂庞克 塞纳特先让他在20分钟的爱情里 担任联合导演练手 然后放拳 同意卓贝林自编自导 严格意义上的首作 玉语 公园的场影上坐着一对男女 流浪汉打算翘墙脚 男人猝衣大发铁拳伺候 然后他到酒吧买醉 喝得眼神迷离 去一家酒店歇息 对面刚好就住着那对男女 流浪汉起初进错了房间 男人以为他阴魂不散 二次暴击 随后男人冒雨出门 女人睡下后突发梦游症 摸着喝居然躺到了流浪汉的床上 流浪汉惧怕三连击 赶紧把女人送回屋 男人返回 流浪汉不得已躲在了窗外的雨中 那个年代的警察看到了 肩夫都直接开枪的 很有精神 出掌倒筒的卓冰林发挥出色 沿用信息差制造笑料的经典套路 启程转合设计的相当巧 据老板塞纳特回忆 片场高层审票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可上映后观众反响强烈 甚至自发为卓冰林鼓掌 获得领导的首肯 卓冰林放心整活 在接下来的忙碌的一天中 干脆搞反串 暂时抽离流浪汉的形象 饰演了一个醋意大发的泼妇 人设雍容华贵 又不是硬朗彪悍 这个无替身高台跳水很拼 就是水花没压好 市场成绩斐然 卓冰林获得相当高的创作自由度 自己写剧本组织班底 摄影剪辑一把抓 天赋爆棚 外加刻苦耐劳 整个1914年 卓冰林共产出了35部短片 几乎步步卖座 也能拿到200美元的顶尖周星 那年他才25岁 老板塞纳特对摇钱树小伙 百依百顺 甚至自掏腰包 做了一间豪宅 供卓冰林居住交际 健身房游泳池配齐 生怕小老弟吃不香睡不好 卓冰林毕竟是有艺术追求的 在流水线喜剧中偶尔注入人文关怀 关注底层生活的事态炎凉 比如新看门人中 刘老汉蒙了一个看门人的差事 平时除了安保 还负责大楼的清洁 一次意外 不慎将水泼到了老板头上 气得boss破口大骂 威胁将其开除 刘老汉苦苦哀求 表示家中有孩子要养 然而却无法说动资本家的心 这一段据说现场看酷了龙套女演员 比起闹哄哄的打闹 效忠带泪的酸楚 更加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可基石制片厂毕竟是座小庙 老板定位很明确 就是走量 万年不变的卖丑耍宝 没啥内涵可言 这种低格局的梧桐树 自然拴不住真凤凰卓贝林 1914年底 与基石的合同到期 续约时 卓贝林提出要1000美元的周星 这让老板塞纳特很恼火 一番讨价还价 不欢而散 关注卓贝林已久的 芝加哥ISNA公司顺势挖角 张口开出了1250刀的顶格周星 外加1万美元的签字费 合同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在新片场 卓贝林搭建起固定的配角体系 还与女演员埃德纳 博维安斯结缘 两人的恋情持续了8年 此时 卓贝林已在欧美有不小的影响力 尤其法国极受欢迎 法语中叫她Charlotte 被早期的中文译者翻成 夏洛或者夏尔洛 渐渐成为她流浪汉形象的代称 我猜夏洛特烦恼的片名 就是这么来的 换了冬界之后 卓贝林的出篇速度 比大力出奇迹的1914年放缓 基本稳定在月更的节奏 天长大多是二三十分钟 品控肉眼可见的提升 基本采用三目结构 故事更加完整 冠军里流浪汉查理 穷的只剩条狗 看到有人招募拳手立刻上头 但身板太弱机 于是把马蹄铁藏在拳套里 不将武德通过了面试 入职后边训练边泡妹子摸鱼 打着哆嗦上场指挥王八拳 早期的拳击电影 基本就是拳台和观众席 两个固定机位 出不出彩全靠演员发挥 这里能看出很多 后期作品的影子 高潮处狗儿上台救主 拖住了对手查理一同输出 新拳王诞生 也不知道剧组人员 是怎么调教的 狗子太能咬了 结尾查理 报得美人归 还冲着镜头 用啤酒桶挡住了亲吻 类似的手法 后来数不清被用了多少次 前一年的新刊门人 收获好评 这样着别人意识到 流浪汉的内心世界可深挖 加盟SN后 第六部作品 成了他演绎生涯的破局之作 片名直接就叫流浪汉 故事开始于野外 百无聊赖的查理 被骑驰的汽车刮倒 眼瞅着到了饭点 随坐在树下吃三明治 祸不单行 被一个盗贼 用砖头调包了午餐 无奈查理只能屋里吃草 优雅派头不能丢 同时被抢了 还有附近农场主的女儿 查理果断出手 用砖头击退盗贼 农场女感激不尽 让父亲为其摩罗份拆使 不过查理自由漂泊 很不适应正常生活 还经常把工作搞得一团糟 先前得罪的盗贼团伙 再次上门 要求查理协助洗劫农场 查理佯装同意 实则请君入瓮 击退了坏人的阴谋 一通锤子子弹护怼 乱战中 腿被有军误伤 多亏查理机智勇敢 农场逃过一劫 姑娘主动担负起照顾的责任 查理因祸得福 沉浸温柔香 以为事业爱情双丰收 但当姑娘的未婚夫 到了农庄 才意识到只是一厢情愿 查理留下纸条坦白一切 并拒绝男人地上的钞票 全着腿默默回到 他最熟悉的流浪之路 以前的周贝林电影 常以背景作节 但姿态往往只是滑稽 流浪汉第一次赋予 背影丰富的层次感 步伐由沉重变得轻快 挨而不伤 前方仍是新的生活 刘老汉以完整的故事 细腻的演出 带给观众全新感受 对卓贝林向来不太友好的影片人 都吹起了彩虹屁 不过片中一出细节 引来了争议 查理将一枚臭鸡蛋 夹到了圣经中 彼时美国奉行 清教徒价值观 部分媒体对此口诛笔伐 但卓贝林本人倒不以为然 开个玩笑至于吗 此后类似的争议 还会时不时地出现 伴随了卓贝林的一生 同年 大卫格里菲斯的红篇巨制 一个国家的诞生 成为业界焦点 直接把电影的低俗属性 拉高了几个身位 获得严肃艺术圈的肯定 卓贝林观摩后 大受震撼 认真学习 打算用先锋试听语言 为喜剧证明 八月上映的银行 便能看出修炼进步的成果 很明显地感觉出 卓贝林创作上的从容 开场查理一关楚楚 大摇大摆走进银行 像个资深富豪一般 打开保险柜 观众以为 流浪汉咸鱼翻身 大转型 但帅不过三秒 前面都是障眼法 查理的身份是银行清洁工 处于鄙视链的最底层 勉强拥有呼吸权 文宝城问题 爱情更是没影 可偏偏命运开了玩笑 打资源女孩 某天精心准备礼物 并留下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给最爱的查理 查理以为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谁知姑娘方心按许的是 同名的收银员 查理求爱不成 反遭奚落 不久银行遭遇劫匪 收银员抛下了女友 仓皇逃窜 查理机智勇斗歹徒 赢得美人芳心 但当打瞌睡的查理醒来 观众才意识到 玩了一个叙事花活 Happy Ending 终归黄梁一梦 此时 卓贝林小狗一样的七楚眼神 已有了后来城市之光的影子 整个1915年 卓贝林共产出了13部作品 步步叫做 它的名字甚至破圈 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全美上下无人不晓 大家穿着查理流浪汉的装扮 参加化妆舞会 街上卖的是相关周边 蹭热度文创 与SA内制片厂的合同年底到期 卓贝林很清楚如今的价值 芝加哥的庙终归是小了 她婉拒了续约请求 以15万美元的签约奖金 公开竞标 最终互助电影公司 价高者得 卓贝林拿到了 1万美元的钻石级别周星 成为一百年前登塔国的打工皇帝 那时的年薪 50万刀放到现在得过亿 互助公司专门在好莱坞 为卓贝林开设分场 命名孤星工作室 点对点一站式服务 整个拍摄流程 由卓贝林全权把控 公司只负责对外营销 创作环境宽松 经费予取予求 卓贝林本人后来倾城 在互助制片厂的几年 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1916年5月 卓贝林以百货店巡视员 开启了新征程 片中脸皮超厚的查理逛商店 左摸摸右看看 偶尔占着小便宜 楼上的办公室里 经理坚守自造被老板发现 自觉大事不妙 决定和巡视员同伙携巨款跑路 查理阴插阳座 卷入了案件中 本片诞生了两个 有开创意义的桥段 一是所谓的镜像镜头 狗腿的巡视员的造型半想 与查理撞车 第一次碰面都以为在照镜子 为达到效果 卓贝林将助理阿尔伯特奥斯丁 推上了前台 她原是舞剧团的同事 演戏功底同样过硬 两人配合起来默契十足 即使奥斯丁高半个头 也毫不影响观感 另外则是对场景的灵活运用 卓贝林极擅长捕捉生活细节 百货店巡视员 首次在电动扶梯上制造笑料 成为后世无数导演的灵感来源 下面的流浪乐手 很像是寻子御仙记的御演 悲苦的吉普赛女仆 正在大鹏身上洗衣服 流浪乐手查理刚跟同行打完架 过来旁入无人的演奏 结果带乱了女仆的洗衣节奏 女仆对小提琴手另眼相看 一来二去隐隐产生了情愫 当发现主人一家虐待姑娘后 查理带其逃离 踏上了流浪之路 但天不随人愿 途中碰到了海王 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画家 拐走了姑娘的芳心 画家为其绘制肖像 在艺术馆展出 一位贵妇看到胎记后 认出正是其失散多年的女儿 母女相认 眼瞅着就要过上仅于一时的富贵生活 忙活了一顿 查理成了背景板 只能淡然一笑 祝姑娘幸福 并谢绝了妇婆母亲的资助 跟流浪汉类似 卓贝林仍在讲底层 面对阶层横沟时的无力感 但这次并未一丧到底 反来了一个童话结局 离去的车上 姑娘回忆起过去的种种 意识到查理才是真爱 于是眼含热泪返回 带上查理一同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流浪乐手》也许社会批判性弱了一些 但跪在以情动人 后半段就基本不玩肢体闹剧了 卓贝林最具杀伤力的就是喜剧家温情风 让观众思考之余 也能获得心灵按摩 八部电影的成绩单结束了1916年 来年开春之际 卓贝林祭出了生涯前期的代表作之一 安乐街 一所小教堂外 流浪汉查理被屋内的圣哥吸引 进去后神父与女教士一通感化 查理决定再也不小偷小摸重新做人 尽头转到镇上 一处名叫安乐街的社区 这里民风淳朴人才辈出 每一个试图维持治安的警察都会遭受铁拳毒打 警局没办法只能公开招聘 刚喝了宗教鸡汤的查理决定贡献社会 套上警服直奔泄斗前线 安乐街有一个大块头扛把子最嚣张 警局多少也明白 秦贼先秦王 但臣妾实在做不到啊 查理出来乍到 跑到恶霸眼前叫板 面临气场碾压很快就怂了 恶霸为了炫技 拿路边的煤气灯练手 刚好给了查理反杀的机会 四两拨千斤 干掉了安乐街刺头 效率堪比为小宝 至勤劳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惑仔们目睹了查理干掉老大都服了 查理稀里糊涂成了安乐街新一代画市人 他用自己的方式管理社区 故事的后半段准备利用戏谑的口吻 包裹底层重双相 有个女人铁而走险去偷菜 被抓后哭诉 查理转头亲自又帮他偷了一点 谁知此人正是恶霸的老婆 上楼便用花盆往查理脑袋上招呼 街对面有户超充游击队 查理鼓励了一番夫妇 接着像喂鸡一样喂孩子 不久被逮捕的恶霸又开始搞事 三下五唇尔抡倒了废物警察 气冲冲跑回安乐街找查理复仇 这段卓贝林将招牌追逐戏升级 从小空间转到了整个街区的多人缠斗 结局现在看来颇具争议 小流氓们将女教室扔进地下室 刚好有个隐君子在注射 见色起意欲行非礼之事 这时查理也被扔下来 缠斗中一屁股坐在针管上 毒品激发无限神力 一举挫败了恶霸团伙 只能说公众当年对毒品的理解 尚处于起步阶段 现在没有导演敢设计这样的情节 最终查理打服了流氓 并将福音撒播人间 就连恶霸都开始去教堂了 安乐街终于回到了安乐祥和的模样 安乐街对卓贝林的意义非凡 他是个相当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 并不满足于只逗观众乐呵 卓贝林晚年曾回忆到 我不再以流浪汉投其所好 他就是我自己一个可笑的精灵 某种内心深处的东西 我必须把它呈现出来 自我要求高 产量自然受限 整个1917年 卓贝林只拍了四部作品 六月上映的移民 将视角转到沉重的时代 彼时正值一战 欧洲大陆掐得血肉模糊 和平的北美自然成为移民者的首选 每天成群结队的难民坐船抵达美利坚 所有人都在晕船 要么吐要么睡 而查理在撅着屁股抓鱼 路上的自然风浪颠簸成为一大噱头 这不光考验卓贝林以假乱真的演技 更需要所有演员通力配合 但凡一个演得不像都得推倒重来 每个镜头至少拍20遍起 不到30分钟的短片 竟然用去了4万尺的胶片 移民整体的基调 透着一股心酸 热心肠的查理结识了女主和重兵的母亲 无奈传靠岸便各奔东西找生计 后半段的故事围绕餐厅展开 饥寒交报的查理捡到了一枚银币 于是鼓起勇气走进餐厅 谁知尽巧遇走散已久的女主 针对银币的失而复得 引发了一系列剔笑皆非的连锁反应 移民的剧本相当精巧 上半场哀怨 下半场跳脱 围绕能不能顺利结账做反转 背后隐含着新移民的悲惨境遇 结局查理意外获得了画家的青睐成了模特 可算是把账付了 出门便跟女主求婚 他们将在美国开启未知的新生活 本片虽然好评如潮 却惹上了麻烦 对移民局粗暴手段的刻画 引起政府的不快 以至于查理踢移民官员那一下 多年后被当作她反美的罪证 卓卫林并未演示批判色彩 比如上一秒镜头给到自由女神像 下一秒移民就像牲口一样被圈起来 意思不要太明显 这年年底 卓卫林又推出了冒险者 讲了一个逃犯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追逐戏 小时候让我大受震撼 卓卫林不愧是一幕走位大师 节奏之快之巧妙 仿佛在看沾人猫和老鼠 人红是非多 这段时期卓卫林的情感绯闻也遭到了舆论非议 一战期间 士林的卓卫林没有参军 更是被英国媒体揪住小辫子一通喷 对此卓卫林的解释是因体检问题被刷下来 至今仍是一段公案 甚至影响到她后来的王室风角 卓卫林放弃产量 追求质量 东家互助公司不干了 环境再怎么宽松 资本家说到底还要看利润 一年四部精品和一年四十部流水线行活 肯定后者赚的更多 双方闹了诸多不快 于是1917年底和平解约 卓卫林投奔第一国家电影公司 这回她学精了 不再以时间为单位签合同 而是承诺拍八部片子 总片酬一百万美元 比起雇佣关系 这次的合作更像是制片外包 电影公司只投钱 完全不介入创作 卓卫林在好莱坞日落大道 买了一块好地皮 建起了设备齐全的独立制片厂 摄影棚 剪辑室 胶片 充印间 每个环节都事无巨细 亲自把控 单说这一点 卓卫林就比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师 巴斯特基顿幸运太多了 1918年4月 自立门户后的首座 狗的生活问世 水准更上一层楼 法国评论家路易德旅克 将他称为电影界第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 一战打到后半场 所有人都累了 欧洲各地的劳动者组织罢工游行 喊出我们世人不是狗的口号 这便是卓卫林创作本片的灵感来源 查理如流浪狗一般露宿街头 饿肚子和被警察追是家常便饭 几次三番 想找工作却总被挤走 无奈只能到街边翻垃圾桶 不远处一只真流浪狗有类似遭遇 幸运叼到了一块肉 其他的狗子立刻蜂拥而至 同病相连的查理起了悲悯之心 毅然冲上去救狗 这是好莱坞比较早 大规模调教动物的作品 从此流浪狗与查理相依为命 时不时搞点小偷小猫维持生计 某天查理把狗子塞到裤裆里去酒吧 哥女艾琳娜也是个生不如狗的苦命人 酒吧老板一直怪她蠢 不会像同事那样与顾客调情 不然可以卖出更多的酒 这天急眼了 拿路过得查理练手 这媚眼抛的一点也不生硬 日后新爷的喜剧之王中 柳飘飘就借用了此桥段 查理打生下来就没有被女孩正眼看过 此番景象不禁春心荡漾 相识后一来二去真处出了感情 此时故事又辟出一条新线索 两个劫匪抢了最汉的钱包 刚得手便被巡警发现 无奈只能将钱包埋在土里 而这刚好是查理睡觉的地方 狗子闻着味儿一顿猛刨 查理天降横财 汪汪队立下大功 此时歌女被老板开除 有了妈你撑腰 查理硬气十足 和妹子畅想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谁知两个贼人早就盯上了查理 于是展开一场针对钱包的追逐戏 卓布林将其中一个劫匪打晕 从后面撑起胳膊玩双簧 舞台剧功利尽险 查理拿回钱包 与歌女到乡下 开始南耕女之新生活 结局设计得很巧 农舍中二人看着摇篮 当观众以为是爱情结晶时 镜头一划 原来是狗子的仔 真正的人狗两团圆 狗的生活框架明晰 人物鲜明 也有了很强的现代类型片色彩 卓布林体现出 领先于时代的创作直觉 同时兼具思想性和讽刺力度 战争是那些年绕不开的话题 10月份卓布林推出了从军记 筹牌阶段一度遭遇阻力 要知道拿战争开玩笑 相当的政治不正确 上次移民李尼就惹了一身骚 这次又来 卓布林偏不信邪 顶峰作案 沿袭流浪汉风格 但通篇没有窄衣阔裤 身着军服的查理正接受新兵训练 择日将远赴欧洲大陆参战 人家搞训练他搞笑 弄得教官焦头烂额 很快查理已置身战壕 如今他是一名光荣的协约国战士 简称炮灰 卓布林的闹剧风格 特别适合表现一战的荒诞 查理对战争毫无热情 脑子里全是酒吧和享乐 影片的第二幕 尽头完全在战壕里 看战友们的家书心酸落泪 暴雨倾盆时在水中打呼噜 用泡弹开啤酒 收到的饼干硬得像石头 奶酪臭如大便 带着防毒面具都顶不住 干脆不讲武德 当手楼弹扔出去 郑重德军将领的脑壳 到了冲锋时刻 查理抽到了13号 不由菊花一锦 这可不是个吉利数 谁知一通操作 竟俘虏了13个德军 小若姬查理瞬间被奉为战斗英雄 每天的战壕里喝酒吃肉 击中五个目标便开始摸鱼 几天后 查理接到了九死一生的任务 前往敌后刺探情报 接下来这场戏 可谓是他除流浪汉装外 最经典的造型 掌声送给周树人 接下来情节更加抓马 在善良法国姑娘的帮助下 查理和战友冒充德军司机 一路护送德皇回到协约国的军营 凭一己之力结束了整场战争 然而电影却没有结束 看着荧幕上 全人类美好的愿景 世界和平 所有观众都以为全剧中 却没想到 卓佩林杀了一个回马枪 所有的英雄壮举 只是菜鸟查理 在新兵营做的一场春秋大梦 那么世界和平 是否也是一场幻梦呢 卓佩林设计的反转结局 让观众陷入了沉思 从军记在美上映大获全胜 随即轰动全球 一个月后战争结束 各国士兵退伍后 在家乡观看本片 两边的阵营都对卓佩林称赞有加 甚至惯以讽刺史诗的美誉 然而从军记 却让合作方第一国家公司有些不爽 卓佩林拍摄周期长 制作成本高 频繁超出预算 再加上总是选这种 雷区蹦迪的敏感题材 双方合作刚一年 就有了骄傲的苗头 于是卓佩林干脆找到格里菲斯 玛丽·比克福等一众圈内好友 1919年4月创立了连美电影公司 后来发展成另一家好莱坞巨头 事业突飞猛进 可后院却着了火 1919年 推出田园木哥和快乐的一天后 卓佩林深陷情感丑闻 与16岁的派拉蒙女星 米尔德里德·哈里斯 谈起了恋爱 她这辈子就是偏爱少女 哈里斯声称怀孕后 二人秘密结婚 然而很快发现 怀孕只是骗婚的谎言 此后隐婚东窗事发 感情破裂 进入私逼模式 哈里斯的律师放言 要让卓佩林净身出户 一时八卦满天飞 不知养肥了多少媒体小报 相比之下 现在的德普与艾梅博 都是小阵长 绯闻风波未平 早生嫌隙的第一国家公司 果乱发难 想把卓老板的一部 代印新片扣押 将68分钟的电影 拆成三部发行 省成本且尽可能多捞票房 卓佩林誓死不从 她辛苦忙活了一年半 前后搭进去几十万刀成本 不能让资本家祸祸了 于是偷偷和员工 带着胶片逃离洛杉矶 走到盐护城 一家宾馆里悄悄剪辑 1921年顺利上映 这部险遭独守的杰作 便是寻子欲先进 一个女人抱着 刚出生的男婴走出医院 她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小演员 孩子她爹始乱终气 生活困顿未婚先孕 女人只能忍痛 把娃儿遗弃在豪车上 留了张纸条 希望她入个好人家 谁知一对窃贼偷了车 开出老远才发现车上有baby 索性仍在垃圾堆旁扬长而去 此时咱的主人公查理 迈着四方步经过 好奇从哪儿长出个孩子 他几番想摆脱 但都没有成功 为了连用大量的笔墨 铺垫招不保夕的穷悍 为何会收养婴儿 这种有限度的善良 反而显得更真实 几经折腾 查理看了母亲的字条后心软 反正是加双筷子的事 于是将孩子取名约翰 查理又当爹又当妈 一晃五年过去 约翰慢慢长大 饰演者结姬 酷根 可可爱爱 灵气十足 在一次舞台杂耍时 被卓威林一眼相中 刚登场 观众的心仿佛被萌化了 查理的主业是修玻璃 约翰自小便体现出 很强的生产能力 他负责砸玻璃 查理负责补玻璃 商业模式 这不就闭环了吗 偶尔碰到巡警 小伙子也能灵活应对 真正学到了爹地的跑路精髓 五年间 约翰的生母已成为明星 当年他刚扔下孩子 便后悔了 载料车子被偷 无计可施 如今吃喝不愁 便想找回骨肉 曾在街头偶遇约翰 却是擦肩而过 母子不识 某天小约翰病了 医生到家出诊 知道查理并非约翰的生父 查理倒是不隐瞒 还将那张纸条拿出来 医生却一根筋 联系了郭二院 将小约翰粗暴接走 孩子哭喊着求助 查理瞬间父爱大波发 这段实在是太催泪了 卓编林眼神中 每一秒都是戏 查理一通屋顶跑酷 追上了卡车 救下约翰 与同时 女主到家里拜访 看到医生手中的纸条 知道约翰 就是他失散的骨肉 逃脱追捕后 父子不敢回家 只能去大车店暂避 熟睡之际 旅馆老板从报纸得知 找到约翰 能拿到一千刀的悬赏 观察体貌年龄相符 便悄悄将孩子送到警局 女主与约翰团聚 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查理醒来后 发疯似的跑遍每一条街巷 最后在家门口疲惫睡着 以上是世俗层面的寻子故事 接下来升华到血液 查理的梦境中 约翰回来了 大家都背着小翅膀 角色化身天使与魔鬼 跟现实剧情相映照 这段拍的天马行空 杂柔的讽刺与自省 甚至用到了调威亚等特技 这在1921年是非常先锋的 接下来通过警察转场 查理回到现实 女主明白查理是好人 便托警察将他邀请到宅邸中做客 父子再度团聚 故事归于圆满 寻子欲先继 真正做到了效忠带泪 之前卓贝林更多是个匠人 靠知情与表演拿住观众 可这次是剧本的胜利 启程转合精确到秒 且偶有血液瞬间 笑料服务于剧情 不再是无节制的瞎胡闹 比如下面这段变装秀 全来自他对生活的敏锐观察 影片为事前 是卓贝林从影以来的最低苦 离婚官司招致舆论的口诛笔伐 寻子欲先继 成了至暗时刻的救命稻草 他集编导演剪辑音乐于一身 上映后盛况空前 在影院霸榜足有一年 卓贝林光分红就拿到了一百万 饰演小约翰的节肌库根一炮而红 此后接连参演了二十多部影片 然而小库根长大后 发现母亲和继父把自己赚到的四百万美元挥霍一空 随将双亲告上了法院 打官司期间 卓贝林还给予了经济援助 虽然最后没要回多少钱 却直接推动了加州儿童演员法出台 规定同心的片酬 公时 假期等权益 该法案被称为库根法 沿用至今 同年九月 卓贝林趁热打铁推出有闲阶级 片中一人分世 傅查理和穷查理两绝 他们之间非亲非故 只是碰巧撞脸 由此引出上流社会的众生相 是不是听着有点像大独裁者 卓贝林并不掩饰自己的左派立场 对爱慕虚荣的上层人士 没有半点好感 极尽讽刺之能事 1922年初的发新日 是卓贝林最后一部三本短片 啃过从军计 寻子预先计等大项目 拍短片成了降维打击 信首年来31天便完成 发新日将镜头瞄准了工人 天到打卡后便悠哉摸鱼 工头吹哨子迅速进入苦干模式 男主查理便是传说中的班砖小能手 这段虽然是倒放 但要一气合成 技术含量并不低 不信你可以线下试一试 除了班砖 片中还贡献了多个名场面 比如对升降梯的巧妙运用 挤公交的那段堪称经典 广大社畜定能会心一笑 已基本看不到车的轮廓 只见一群人挂着从路上飘过 售飘员身怀绝技 如此拥挤 仍能精准收钱 宿醉的查理被挤下车 恍惚间把一辆餐车当成了公交 这辆没人 想知道卓老板是怎么忍住不笑场的 发新日是查理极小数 有老婆的电影 前不久的离婚 把卓贝林折腾的不轻 片中的老婆隔三差五失后 让查理提心吊胆 老心里阴影了 1923年上映的《朝圣者》 是卓贝林为第一国家公司 拍的最后一部作品 终于能腾出手来 专心经营连美制片厂 然而开门项目 令人大跌眼镜 自编自导了爱情证据 巴黎一妇人 且自己完全隐居幕后 所有的起剧演员 都有一个正剧梦 不过卓贝林担心喜剧形象 太深入人心 为避免笑场 只客串了火车站搬运工 含着量1% 不列文虎客根本看不出来 除了转型 卓贝林也揣着一些私心 想借机把搭档 埃德纳伯维安斯捧红 而非一直当查理的花瓶附庸 埃德纳的确表现出色 但无奈观众不买账 进场发现没有卓贝林 大喊RNM退钱 成本没收回 便草草下印 头炮牙火没有让卓贝林消沉 他一直想拍真正的大一幕史诗 然而喜剧在当年 被视为奇迹引巧 卓贝林思来想去 找不到切入点 某天在朋友家做客时 偶然看到几张 阿拉斯加的风光照 煞时醍醐灌顶 19世纪下半夜 那里曾掀起轰轰烈烈的淘金热 每天创造一个财富神话 同时也有大量的炮灰 有去无回 阿拉斯加是人性贪婪 与救赎的绝佳试炼场 近百万刀的投资 加上两年的拍摄制作 1925年淘金记上映 故事发生在1898年 渴望发财的人们 踏上雪山征程 这段是卓士电影中 少见的大场面 共动用了上千名劳工 前半段围绕三个人物展开 我们熟悉的流浪汉查理 也加入了淘金大军 初来乍到没啥经验 完全像个新兴人类 另一边名叫大吉姆的淘金者 经历多次失败 终于挖到了金子 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吉姆记下了位置 准备回头慢慢挖 这时暴风雪来了 季寒交迫的查理 误入一栋木屋 殊不知这里住着 臭民昭著的逃犯拉森 查理见状秒怂 奔向彻 后脚吉姆也被风雪刮来 他经验老道 懂得弱肉强食的法则 认怂无异于等死 几番缠斗 吉姆夺下了猎枪 物理争取到居住权 三人的命运 暂时捆绑在一起 眼下大雪封山 连个菜叶子都没有 三人抽签后 由拉森出门找食物 不过这老小子压根没打算回来 查理和吉姆苦等几天 饿得眼冒绿光 只能煮皮鞋充饥 彪悍的大吉姆 分得了丝滑爽口的鞋面 若鸡查理就只能吃鞋带和鞋底 这一段实在过于经典 当然不可能让俩演员真吃皮鞋 据说适应干草堂一类的软胶食品制成 口感还不错 鞋带硬生生让查理吃出了意面的感觉 可皮鞋只能解一时之急 几天后吉姆已饿的产生幻觉 把查理看成了美味大火鸡 毛茸茸的肯定好吃 再这么下去 查理变成博弈烤只日可待 好在吉姆及时醒悟 吓得他赶紧把枪埋起来 不久一只黑熊闯入送熊头 被查理猎枪一击毙命 这一大坨肉够吃小半个月了 事实上当时的阿拉斯加真出过人吃人的惨剧 卓贝林喜剧化处理后 给悲剧撒上了一层荒诞色彩 风暴平息 两人一一息别 查理去淘金小镇 吉姆返回继续挖金子 谁知拉森早已埋伏在那 把他一铁鲜黑晕 恶棍也没什么好下场 随后死于雪崩 淘金记的前半段 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卓贝林风格 并对故事和视听语言全面升级 制作水准遥遥领先于时代 相比之下后半段中规中矩 回到淘金小镇 查理在歌厅对舞女乔奇亚一见钟情 对方开始完全看不上他 查理等乔奇亚赴约时 想象出的面包舞绝活 已成为银齿永红的华彩瞬间 如何用欢乐的形式表现孤独 卓贝林给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乔奇亚最终被查理的质朴与乐观打动 随后查理帮失忆的大吉姆 重新找到金矿位置 这段木屋的悬崖蹦迪 是营造紧张感的绝佳模板 为表感谢吉姆将一半金子赠予 查理从《穷光弹》成了百万富翁 事业爱情双丰收 淘金记上映后 又在全球范围掀起了卓贝林热 并豪取400万刀票房 是末片时代最成功的电影之一 1942年 卓贝林亲自配音后 还发行了淘金记的有声版 他对悲喜剧的柔和能力真于化镜 媒体甚至高呼 该为他设立诺贝尔电影奖 此后卓贝林从《天方夜谭》汲取灵感 头拍以马戏团为场景的作品 谁知制作前后 却成了他一生中最水逆的时光 先是深陷离婚丑闻 第二任妻子利泰格雷 曾在《寻子遇心记》中亮相 后来奉子成婚时 他才16岁 那时人们普遍结婚比较早 没办法卓大师就专号这一口 他一生追求的女性 年龄都在16期 搁现在八成会扣上你同婚的帽子 离婚私逼还是老套路 男的说女的败家 女的说男的花心 剩下的就是官司 不尽身出户 也得让您大放昔 舆论持续口诛笔伐 准备连在片场和法院之间疲于奔命 再加上母亲重病 税务罚款 工作室火灾 种种因素叠加 支持影片被迫延迟一年 1928年 命运多舛的马戏团终于问世 故事融合了经济大萧条背景 失业者查理无所事事 为果妇只能顺点小baby的零食 一个小偷把脏物藏在他身上 被警察误会满大家围捕 这场以镜子造冲突的戏 后来数不清被模仿了多少次 随后查理跑上了马戏团的舞台 观众还以为是什么转进的新节目 一时间惹得哄堂大笑 马戏团老板觉得查理有搞笑天赋 于是安排入职面试 谁知刻意表演的查理反而没了状态 老板大失所望让牙滚犊子 这天马戏团的道具师闹罢工 查理被抓去临时顶岗 他再次因意外闯入现场 娱乐效果立刻爆棚 老板终于搞清楚了查理的使用说明书 只有在无心状态下 他才能输出搞笑天赋 财富密码找到了 老板日复一日的职场PUA 马戏团火了 但查理依然穷逼 同样倒霉的 还有老板的妓女莫娜 太是马戏团的演员 继父的棍棒教育 稍一失误便不给饭吃 两人同病相怜 友情升温 查理不由自主的陷了进去 在爱情的催化下 查理勇敢与boss叫板 不但扶正传了马戏团的头牌 莫娜也不用再受打骂 查理春风得意 谁知这天来了位钢丝猛男雷克斯 不光英俊潇洒 还能在钢丝上大跳小跳 风采让莫娜为之倾倒 查理得知后又嫉妒又自卑 伤心的人没法再逗乐观众 一次翻车事故后 查理被赶出马戏团 莫娜文逊悄悄跟从 宁可流浪 也不愿再受继父的虐待 查理饱受流浪之苦 不想心爱之人颠沛流离 他也明白 雷克斯才是更合适的人选 他悄悄回到马戏团 极力撮合莫娜与雷克斯 隔天一早 两人便举行了婚礼 查理在身后撒礼花 杨醉装狂的背后 是伤心落寞 朱伟林本想讲一个 happy ending大团圆的故事 可现实生活的窘境 让他把结尾拍得异常哀伤 马戏团将要奔赴 下一个城市演出 查理没有上马车 背后刮起滚滚烟尘 他的爱情永远消散在 那个圆圈里 圆圈Circle 与马戏团Circus单词同源 多么巧妙的点题设计 马戏团上映后热度不减 票房仅比淘金记略少 可以说是卓别林最成功的喜剧长篇之一 1929年5月 手机奥斯卡为卓别林颁发了特别荣誉奖 以表彰他在马戏团中的全能表现 卓别林的事业如日中天 可时代正悄然改变 1927年华纳出品了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 爵士歌手 这对传统末片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少末片时代的大明星 因无法适应台词表演而一蹶不振 卓别林这样的末片投面人物 会如何抉择呢 不出所料 卓别林对有声片不屑一顾 他曾公开表示 对白会破坏电影的雅剧美感 认为有声片只是阶段性的时髦 红火不了多久 未来仍会是末片的天下 拍摄完马戏团 卓老板马不停蹄投入下一部作品 虽然用到了一些同期音轨音效 但本质上还是末片 现在他是连美影业的老板之一 所以才有任性的权利 如果需要画源拉投资 八成就黄了 在好莱坞同行看来 这叫逆时代大潮而动 肯定摔得头破血流 然而谁能料到 卓老板再次创造奇迹 他耗费三年打磨的老古董 成就了末片时代的艺术巅峰 或许没有之一 全体起立 欢迎城市之光 此时正值美国大潮潮最萧潮的几年 无数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艰难岁月 更显都市的人性凉薄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卓编林 偏偏写了一个关于真善美的故事 用现在的话叫呼唤正能量 影片开头极尽讽刺 城市的中央广场各界人士奇迹一堂 为象征和平与繁荣的雕像揭幕 说是献给全体市民 其实就是一小撮富人的名利游戏 不过很快他们将感受到被流浪汉支配的恐惧 顺便调侃了一下美国国歌 没工作查理倒是不焦虑 流浪无欲无求一身松 这天下午无所事是瞎溜达 走到街角偶遇一名卖花盲女 机缘巧合 他误把查理当成了富翁 极力推销手中的鲜花 查理意识到他有残疾 便用身上仅有的硬币买下了花 这场邂逅看似一气合成 拍的时候可费了老鼻子劲了 翻幕后资料时我惊呆了 这段两分多钟的戏 你猜拍了多久 答案是四个月 共折腾了342遍 费了几万尺胶片 期间差点把女主切瑞尔炒掉 拖王王家卫也没这么魔正 平平无奇的一场文戏 怎么会这么费劲呢 卓贝林的最大纠结点 是如何让盲人卖花女 把查理错人成有钱人 不能顺利解决瑕疵的话 接下来所有的剧情将失去合理性 完美主义者卓贝林无法忍受 他苦苦思索反复尝试 终于想到了用车门的点子 查理为抄近路钻进了一辆车 再从另一头出来 关门声让卖花女把她错当成了妇人 在给查理找钱时 车门又响了一下 让女孩误以为对方已经走了 查理为了不被识破并未揭穿 临前不要了 捏手捏脚的离开 多么的丝滑合理 两人的缘分未完待续 查理发觉自己爱上了盲女 可怜的姑娘也同样向往爱情 当晚行至河边 一个醉醺醺的百万富翁在玩自杀 查理健壮上前猛灌鸡汤 活着多好啊 明天的鸟儿依旧歌唱 富翁如梦方醒放弃了自杀念头 险些把查理给连累死 为报答救命之恩 富翁邀请查理去家里做客 并带他去高档会所浪了一夜 然而荒诞的是 富翁对查理的记忆仅为醉酒限定 只要酒醒了便不再记得这位流浪汉朋友 查理一会天堂一会地狱 见缝插针的药窄前资助卖花女 卓格林并为一位拔高流浪汉 表现善良的同时 也安排了为父不仁的桥段 查理认为抽雪茄是有钱人的标签 于是开着豪车去欺负熊人 但仍被势力的管家拒之门外 卖花女的爱情小火苗点燃 查理只能硬着头皮当塑料富翁 为给盲女买点吃的养病 做了好久的清洁工 为了筹钱交房租 阴差阳错站上了拳台 本来跟拳手提前约定 打假拳五五分仗 谁知林开赛对手却跑了 查理只能独自面对替补猛男 没办法只能玩阴的 这场拳赛极为经典 此前卓大师已数次展现出 惊人的身体控制能力 这回巧妙地利用裁判 成功地把对手的节奏带偏 查理拼尽全力不讲武德 但硬实力不济败下阵来 但他没放弃 仍然想办法搞钱 晚上富翁又喝大了 趁着酒劲给查理一千美元 帮盲女做手术治眼睛 此时两名窃贼闯入豪宅 打婚富豪 老管家听到了声响 以为是查理使坏 外加富豪后 醒来不记得给过钱 查理白口莫辩 连夜把钱交到盲女的手中 说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 随后不出意外地 当街被捕入狱 几个月后 出狱的查理 比先前更加落魄 连象征最后体面的手杖都没了 盲女此时已恢复了势力 与祖母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 她一直苦苦寻找那位无私的恩人 全然没有认出 旁边被戏弄的矮穷琐查理 查理转头看时猛然争住 女孩看她手里的花掉了 便续上了一朵 还拿出一枚硬币 查理怕打扰她的生活 恐惧地走开 下面卓别林将笑中带泪 发挥到极致 贡献了引使最动人的结尾之一 城市之光200万美元成本 拍摄历史两年 用去了31万尺胶片 每分钟的戏都千锤百炼 成片耗彩比达到了丧心病狂的1比38 相比之下 江文老师是个节约的弟弟 高昂的成本 外加末片的过时属性 无疑是一场旧时代的豪赌 1931年的有声片已相当强势 作为末片的城市之光被院线集体抗衰 但卓别林有信心 甚至拒绝了宣发方的降价要求 老子一分钱一分货 爱买不买 不是猛龙不过疆 事实证明 卓别林仍然是金字招牌 城市之光让观众哭笑不得 场场爆满 口耳相传 把那些有声大制作秒成了渣渣 各大影院真香 纷纷抢购放一拳 城市之光彻底奠定了 卓别林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地位 社会各界名流 比如肖伯纳 丘吉尔 爱因斯坦都成了自来水 这段时间 卓别林修了一个环球大驾 所到之处皆是respect 还在上海观摩了梅兰芳的金句 东西两艺术大师次元必破了 1932年 卓别林返回美国继续创作 环球旅行时 他曾与盛行甘地对话 聊起工业时代的弊端 那时经济萧条人未结束 失业率居高不下 哪怕暂时有饭完也好不到哪去 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高强度重复工作 那叫一个水深火热 劳资矛盾极其尖锐 动不动便流血罢工 这些触发了卓别林的思考 着手拍一部以打工人为主角的讽刺喜剧 开始命名为群众 剧本磨了足足两年 正式定名摩登时代 于1936年重磅现硬 城市之光之后 卓别林的态度有所松动 起初想把摩登时代做成有声片 还特意加了许多对白 但很快发现行不通 就还是以最擅长的手法呈现 可算是这位末篇大师最后的倔强 不过还是加入了少许对白 观众将第一次在大荧幕上 同步听到流浪汉查理的音调 电影的前20分钟 带有强烈的预言色彩 大清早成百上千的工人去上班 仿佛肉身被填进了钢铁巨兽的嘴里 内部充满了工业设计感 棱角分明说一不二 蓝领查理的职责是在流水线上拟螺丝 1913年亨利福特创造出流水线生产模式 每个人只负责一道工具 由于效率超高迅速传播普及 他曾说过一句名言 每次我只想雇一双手 却来了一个人 开头这段就是机器将人异化的最生动诠释 看得手也得抖的同学在公平上扣个一 流水线的特点是只要一人犯错 整条线都要停下来 久而久之查理犯了神经病 哪怕离开岗位 看见圆的东西就想拧一下 借上厕所摸鱼也不可能 卫生间有监控哦 禁止带新拉屎 这可比乔治奥威尔创造出 无所不在的老大哥早了许多年 干到如此程度 老板仍然不满意 天才般的发明了自动喂食机 送餐咀嚼擦嘴全部标准化 让边吃边干成为可能 查理成了第一批实验小白鼠 老板相当满意 此设计现在看来仍然让人拍案叫绝 接下来的吃蛋糕喝汤 仍然一地鸡毛 肚子吃饱了人废了 不行得改进 高强度折腾下查理精神崩溃 干活上头完全停不下来 被传送带卷入机器 在资本家眼中 工人和齿轮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为产值而生 这段超现实镜头 多赞美都不过分 数不清被致敬了多少次 疯狂查理拿着油壶大闹工厂 最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好在医生给力很快康复 又套上了经典的流浪汉皮肤 治好了病但工作丢了 查理在大街上无所事事 命运又开了一个大玩笑 车上掉下一面红旗 查理捡起来追赶尸楚 碰巧身后有罢工游行队伍经过 看到红旗顺势跟上 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 就这样查理被警察当成了工人领袖 送进了班房 监狱里查理受尽欺辱 一天偶然间务实囚犯私藏的毒品 神力大发 稀里糊涂粉碎了一起恶性越狱事件 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子弹时间吧 查理成了立功正面典型 从此在牢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吃穿不愁 生活规律 人际关系嘎嘎好 真是home sweet home 可这天却被通知提前释放 查理捂了一轰顶死活舍不得走 狱长以为查理担心找不着工作 贴心写了封推荐信 但无奈不是打工的材料 干啥啥不行惹事第一名 每每受挫 查理都想回监狱享清福 三番五次故意犯罪 因此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妹子 她是从孤儿院逃走的孤儿 靠小偷小摸勉强生存 两个人同病相连 幻想着能在冷漠的城市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 女主实验者保莲高带 靠本篇一炮而红 也成为卓贝林的下一任妻子 当然不是最后一任 百货商店的首页人腿摔伤 靠典狱长的推荐信 查理顺利拿到工作 商店打烊后 这里成了二人的乐园 查理位在妹子面前装逼 眼蒙着黑布溜汉冰 丝毫没注意到栏杆坏了 能想象当时观众的惊吓程度 此处用到了历史悠久的 Math Painting技术 最早可追溯到1907年 中文一般易做惠景 即在玻璃上画场景图 再通过光学手段 营造纵深感 摩登时代算是 非常著名的一例应用 虽然惠景拍摄没有危险 但难度并不低 早在1916年的短片 溜冰场中 准备了一遍秀过溜冰技能 他本人确实溜得非常好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欢愉过后是双倍毒打 晚上盗贼来访 查理又丢掉了工作 拘留十天再次一文不明 幸福只局限在那栋小破屋的范围内 不久工厂重新开工 查理恩赐上岗 这回差点把老师傅折腾死 干了没一天 工人们又激情罢工 后来女主凭借出众的伍姿 在酒馆找到了工作 也为查理谋了一个服务员的差事 他依然笨手笨脚 徘徊在开除边缘 正巧当晚的舞会 缺一名歌手 查理赶压子上架 即兴上台 现来了几下出街太空漫步 然后即兴solo 卓贝林的舞台功力挥洒自如 二十多年了 咱的老查理流浪汉终于开口了 查理的freestyle激起了满堂彩 眼瞅着生活有了起色 警察却拿着通缉令上门逮捕了女孩 两人只能再次亡命天涯 女孩万念俱灰想破罐的破摔 但乐天之命的查理鼓励她直面惨淡的生活 下面又是卓贝林标签式的背影收尾 这首BGM由卓贝林亲自作曲 日后被填上了歌词 成就了一首经典歌曲smile 后来被用到2019版小丑的预告片中 男主亚瑟潜入影院时放的电影正是摩登时代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 摩登时代无愧旷世神作 各个阶层行业均有触及妥妥的现代史诗 但当年上映观众却反响一般 票房180万美元远不及城市之光 卓贝林有个习惯 每每推出新作便潜入影院偷偷观察 看那些包袱真正起作用 这回她无奈的发现 新一代观众的习惯完全不同 据有声电影诞生已过去了近十年 也只有卓贝林在鸡蛋碰石头的坚持拍末片 她终于明白末片与有声片并非竞争 而是迭代的关系 形势别人强 自己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摩登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猛烈抨击 在舆论场引起了争议 你就是个资本家 却吃饱了骂厨子 岂有此理 大洋彼岸的纳粹德国也加入了批判阵营 1937年 羽翼见风的希特勒正疯狂扩军备战 宣传部长格培尔下令禁印本片 理由是涉嫌宣传共产主义 卓贝林本来没打算跟纳粹过不去 一听这消息来了脾气 干脆一拍脑门 有声片处女作就拿元首开刀 定名大独裁者 卓贝林文思如尿崩 年底便写好了剧本 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 诚然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要搞事情 但那时德国尚未与列强闹翻 格培尔听说后动用外交辞令警告美国 敢讽刺纳粹 将毫不客气的禁印所有美国电影 这下好莱坞同行不干了 不想因为衣食脑热痛失德国市场 卓贝林还一度受到了匿名死亡威胁 相关部门动用铁拳 勒令连美停止大独裁者项目 直到1939年 纳粹德国不宣二战闪击波兰 二战全面打响 既然撕破脸了 便无需顾及什么外交礼仪 反法西斯成了创作新风口 连美恨不得第二天就把电影拍出来 忙活了一年多 大独裁者1940年底公映 卓贝林也没有指名道姓的骂 架空了一个叫托曼尼亚的国家 查理化身犹太义理发师 一战中被派上了战场 看看这枚牛逼轰轰的大炮 原形是一战时德军的巴黎大炮 拥有极夸张的长度与射程 当然卓贝林是用调侃的态度 笨手笨脚刺了个花 有了从军记的历练 拍这种战场喜剧驾亲就熟 查理阴察阳错 叫了一个名叫舒尔茨的军官 自己受伤失去了部分记忆 在医院一躺十几年 这段明显是阴阳希特勒的前半生 小胡子也参加过一战 后因毒气受伤 查理出院期间 托曼尼亚发生巨变 政治投机者阿道诺·辛格尔 德士上台开启了独裁统治 其正党的logo是两个萌萌的叉叉 准备令一人分饰两绝 用胡周八扯的杨进帮德语 袖嘴皮子 等于给希特勒画了个美式漫画 两人恰巧同龄 生日只差了四天 都爱留小胡子 简直无缝魂穿有没有 只是他们一个人 让千百万人哭泣 另一个让全世界微笑 辛格尔麾下有两条中犬 陆军元帅贺林 和内务部长葛培奇 某天葛培奇提出治国方略 老百姓饿肚子了 就炒作一下反犹仇恨 仇恨有时真的可以当饭吃 出院的查理 完全不知道国家发生了巨变 一来二去 把冲锋队上下得罪了干净 并邂逅了美丽的犹太女孩汉娜 查理差点被当街吊死 此时已升至司令的军官舒尔茨 赶到旧场 在格培奇的鼓动下 辛格尔的野心迅速膨胀 仅座托曼尼亚的独裁者 属实格局小了 征服亚非 踏平欧美 当酋长才配得上咱的追求 格培奇走后 辛格尔在办公室 抱着地球仪翩翩起舞 大雅利安共荣圈走起 气球在舞蹈中破裂 辛格尔从美梦中惊醒 很快 犹太银行家不干了 拒绝掏钱 辛格尔恼羞成怒 干脆不演了 策划针对犹太聚集区的 打砸抢烧行动 这明显是影射 现实中的水晶之夜 查理和汉娜 打算前往邻国奥德利 也就是现实中的奥地利 辛格尔与拜大利独裁者 纳帕里尼狗咬狗 双方都想吞并这块乐土 河贝林的阴阳怪气 雨露均沾 也没放过摩索里尼 舒尔茨反对辛格尔的暴政 选择与犹太人同一阵线 本想与查理联手刺杀暴君 怎料事情败露 双双被捕 两人偷了军装 从集中营逃出 守卫把身着变装的辛格尔 错当成了查理 元首百口莫辩 无能狂怒 李奎没了 李鬼上位 理发师查理成了大独裁者 攻陷奥德利的表彰大会上 他在全体将士的注视下 发表演说 接着便是影史的经典一幕 卓贝林借查理之口 对全球亿万观众 发出反独裁呼号 这几乎是共产主义宣言了 有没有 大独裁者退出后 盛况空前 引发强烈共鸣 德战区自然是禁应 随着纳粹节节败退 1945年 法国上一时 立刻成了票房冠军 卓贝林作为反法西斯模范 被英美政府高调宣传 他本人也将两个儿子 送上了前线 为国效力 至于元首本人 有没有看过大独裁者 是个谜 施培尔说没有 但也有爆料说 他看过两遍 此后五年 卓贝林处于半退休状态 1945年 二战结束时 他已57岁 某天跟导演奥迅维尔斯唠嗑 维尔斯说 正打算根据法国17世纪的童话蓝胡子 拍一部犯罪片 相传他曾连续杀害了多任妻子 卓贝林很感兴趣 随后有五仙刀买下了故事大纲 两人后来还因为创意的归属权 小撕了一顿 电影最终 定名为凡尔杜先生 于1947年上映 这是卓贝林成名以来 首次不以流浪汉皮肤出镜的作品 片中有一些喜剧包袱 总体算是证据 亨利凡尔杜 原来是一个循规导居的银行职员 在大萧条中失业 为养活孩子和瘫痪的妻子 从此专挑孤单寂寞的富婆下手 走上了PUA加谋财害命的犯罪道路 风格基调与以往大相径庭 就像沈童街拍恐怖片 但卓大师的视听天赋 不是闹着玩的 主要用反差手法 现在墓地里 以适者的口吻回溯人生 凡尔杜做的虽是血腥勾当 但外人看来 他气质高尚优雅 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喜欢花花草草和小动物 时不时还能银尸作对 这天凡尔杜在花园里赏花 旁边就是冒着黑烟的焚尸炉 另一场杀其悬案之前 凡尔杜还急兴仰天歌颂月光 卓贝林当然不满足于 只拍一个连环杀手的故事 依然加入了厚重的时代背景 二世纪上半夜持续动荡 凡尔杜对环境感到麻木 对他来说杀人只是生意 可为什么杀一个人是犯罪 号召人民杀一百万人的政客 却成了英雄呢 与时代比烂 哥还差得远 法庭上的这段陈词 表达着反社会 却真实残酷的人性 作为转型之作 凡尔杜先生上演后票房口碑双双血扑 比十二战硝烟散去百废带兴 观众想看着积极向上的 卓贝林却捧上了一碗毒鸡汤 属实是不合时宜 另一种声音则批评他三观不正 为凡尔杜这种连环杀人魔洗白 票房失利还不是最糟的 战后铁幕落下 反共成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 卓贝林曾鲜明地表达过左侵处张 这样其背上了赤色分子的帽子 父辈受敌的卓贝林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 于是五年后创作出半自传体 羡慕之作《舞台春秋》 开头的字幕便尽显落寞 舞台上的光彩随年华老去 一个芭蕾女和一个小丑的故事 卡维罗曾是名造诣时的喜剧演员 如今却沦落为整天买醉的酒鬼 某天凑巧救下了 试图自杀的年轻女孩塞瑞拉 她同样吃舞台饭 身为芭蕾舞演员却得了风湿 自觉前途寂寞便想寻短见 卡维罗发现塞瑞拉纯粹是心理作用 并耐心开导 这对望年交互相鼓励提携 最终吃青春饭的塞瑞拉走了出来 卡维罗则突发心脏病 死在了她心心念念的舞台上 舞台春秋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笑对儿孙讲故事 把平生的说学逗唱本领全数施展 又精彩又心酸 她老了但仍然渴望着年轻 这也是卓贝林为最后一任妻子乌娜谱写的情书 两人1943年结婚时 乌娜只有18岁 转眼十年风雨 卓贝林也建盟退役 打算将余生留给家庭 塞瑞拉一曲就是乌娜的映射 这个折腾了大半辈子的艺术天才 终于有了温馨的心灵港湾 本片最令人津津乐道的 无疑是卓贝林与另一位大师 巴斯特基顿的历史级同框 两人经常被各路粉丝拿来比较 这回世界线收束 圆了全世界影迷的梦 舞台春秋拍摄期间 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 各行各业都遭受到了冲击 左倾惯犯卓贝林自然是跑不掉 1952年 卓贝林准备在乌娜去欧洲宣传 早看他不顺眼的FBI局长胡佛 取消了再入境申请 简单讲就是驱逐出境 记得吗 卓贝林始终是一个英国人 卓贝林所幸定居瑞士 闲暇时游历各国 甚至在日内瓦会议期间 和周总理见了一面 喝茅台吃烤鸭 相谈甚欢 此后卓大师以拍着玩的心态 创作了生涯最后两部作品 1957年的国王在纽约 讽刺麦卡锡主义对他的迫害 1967年的爱情喜剧 香港女伯爵 这回除了编导 只客串配角 男女主是当时的顶流巨星 马龙白兰度 与索菲亚罗兰 然而两部作品 口碑和票房均反响频频 这时的卓贝林 想来已不再介怀票房和市场 他的成就早已起身 影史top级别 1972年 83岁高龄的卓贝林 得到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美国当局签了两个月的入境许可 让他得以到罗山基领奖 并接受好莱坞群星 全体起立鼓掌祝贺 这是奥斯卡的荣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一个感情的时刻 而言语似乎很严重 我只能说 谢谢你 邀请我来到这里 你们的美丽 甜蜜人 谢谢 查理卓威林在瑞士的别墅离开人世 享年88岁 喜剧大师连去世都颇为传奇 三个月后 他的尸体竟然被盗了 盗墓者试图向家属炸一笔钱 几个月后案件告破 遗体在日内瓦湖附近寻回 被重新安葬在六英尺的水泥板下 卓威林是电影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天才 他可以说是现在所有电影人的先驱 看完这些节目 相信你也会同意这个判断 他是时代的宠儿 也是时代的弃子 没有人可以辉煌一世 即使才华高如卓威林也不例外 如果要概括大师的一生 我觉得是红衣法师临终前首书的四个字 悲心交集 这也正是卓威林最有魅力的地方 光影人生在她的身上已分不太清了 最后我用她舞台春秋里的一段自白 结束本期节目 好了关于卓威林咱就聊到这儿 一不小心又搞了一个多小时 不知耐心看到这儿的同学还有多少 浮光略影的粗浅盘点不值一提 要真正理略大师的风采 还是得去看原片